你先试试那个牛排怎么样 好 这五星服饰才能做出来的牛排 谢谢 人间吉品 你看孩子一定要学会赞美 你看他们的过程当中一直都在赞美 爸爸做的东西是人间吉品 五星大厨才能做出来的牛排 说妈妈做的那个披萨也是好吃 而且孩子们自己有参与了 对 在家里做牛排 但是你发现没有 麦子其实是递了个眼神给孩子的 在说牛排有血的时候 我觉得黄学他刚开始学下厨 肯定是以鼓励为处 然后不想拆他的牌 他现在一直活在一种虚妄的夸奖 他每天做的牌都会被特别的表扬 然后他特别有动力 他每天做的 麦子老师这个是叫诱敌深入 然后等敌人进来了以后再扎口袋 扎完口袋之后 老老实实跟我做个厨师 但是我发现你们俩 对男孩女孩好像还是不一样 对盒子上盒子会更加严厉 小枣好像就更加随意自在一点 但跟这个跟林芝不一样 林芝这俩都是男孩 我觉得兄妹俩的性格太不一样了 河涛就相对比较乖 然后比较温顺 然后她妹就比较难伺候 然后我目前还找不到一种合适的 一种应对她的方法 河涛她八岁了嘛 然后从多七岁开始 就对她的要求就会比较严 然后妹妹是现在还不到六岁 我们说到六岁之后 她的日子就没那么多了 妹妹这发型够棒的 一般都是男孩比较皮一点 对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岁看小 七岁看老嘛 所以男孩子五岁到七岁之间得收她 对 刚才麦子老师还在说 就是你们现在还没有碰冰箱的权限 这个您是怎么界定的呢 是上哪申请这个权限呢 上哪个部门 小核桃已经有自己的手机了 然后妹妹也可以玩iPad 但是他们却没有下载游戏的权限 然后这个权限呢 是前提是你要下一个游戏 你必须得删掉一个游戏 对 谁会克制 冰箱的这个权限 其实是厨房的权限没开放 所以他们俩是 不可以随便动厨房里的东西 因为我怕有危险 因为我们大部分还是会单独相处 就比如说我有自己看书 黄绝可以打碟 就像刚才他们俩在房间 是没有人监督的 我就会跟他们讲个厨房 我们不在 你们是不可以进的 然后冰箱你们不可以随便开 是因为里面可能有些东西 是他们不可以吃的东西 对对对